最後關於Audio參數它還有另外一組的選項 就是Speed Up 以及Fail Out這邊你可以選Slow Down 這個就是改變速度的參數 譬如說我把它切成Speed Up 然後誇張一點也是1000 讓各位可以聽到差異性 好這時候你聽喔 不太明顯我們用下面這個區塊好了 好然後我們Fail Fail 改掉改回來 Fail Out也改回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要改成Speed Up 我們先聽一下原本 好那我把Speed Up叫出來改成1000 聽一下喔 有沒有它就是有點像轉唱片的那種速度的變化 然後我們Curve可以 這個誇張一點5000 這樣各位懂了齁 這個可以做一些效果來用 還蠻好用的 然後在Fail Out這邊如果是Slow Down的話 它就會變成變慢 然後一樣1000 這樣各位就知道這個其實還蠻好玩 如果會用的話其實真的還蠻好玩的 譬如說 好 有沒有重點是它只有這邊會變掉 可是它的速度 其他的地方速度都還是Unbeat 其實所以這個還蠻好用的 好到這邊就是所有的關於我們區塊的參數 所有參數的介紹以及基本的使用方法 讓各位可以花一點時間去想想如何去應用 OK 請問一下 這次要謝謝 感谢观看